第十三集 长征夏 上集结束的时候 东青正琴姐不注意 偷偷分离她的房间 看到床上躺着的女人后 她大惊失色 这个诡异的女人 竟然和琴姐长得异异一样 看来琴姐一定知道 她其实活人揚寿的真相 想到这里 东青赶紧打电话给赵丽求助 随着赵丽表示了拒绝 她想让东青独自处理这件事 凡是让东青独自处理这件事 不能全靠她 琴姐这世 端着热乎的面条走进房间 放在了东青的面前 虽然肚子很饿 可东青却没有丝毫的食欲 为了弄军解真相 她适得问起琴姐 和那个女人的关系 琴姐似乎也不打算隐瞒 她一脸感慨 和自己已经活了一百多年 躺在床上的女人叫婉琴 是她的姐姐 两人都是西汉年间的青楼女子 每天陪客卖身 过得身不由己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一个革命党人看上了婉琴 并挪用干革命的公款 为婉琴赎了身 两人以为从此就能双弃双飞 不想逍遥快活的日子 起料好景不长 同坐吃山空 划划了公款 再加上男人挪用革命公款的事情半路 被同伴追杀 两人开始走投无路 无奈之下 婉琴变败了所有的首饰 换了一盒金子 然后用这盒金子 从一个神秘人的手中 买了两片太鲜肉 吃下太鲜肉之后 就可以获得长生 他们可以一直厮守下去 东卿听完秦姐的叙述后 还是有些疑问 在这个故事里面 秦姐又是什么角色呢 为什么她也活了一百多年 细心的东卿看着秦姐的眼神 她发现了异常 眼前的这个人 根本不是一直非常关心自己的秦姐 而是婉琴 因为秦姐常年干出活 双手凸糟 而面前的这个女人 双手细腻洁白 肯定是那个细时活人羊兽的怪女人 她想干什么 真实 真正的秦姐突然冲了进来 她死死地把婉琴按倒在桌子上 好让东卿赶紧逃跑 并掏出刀子 狠狠地踏在了婉琴的后背上 事不宜迟 东卿撞开隔壁的房门 带着小亚和小婉 可三人刚保住大楼 婉琴竟带着重伤追了过来 只是一招 她就把小婉干干在地 并逼迫东卿吃下一片太岁肉 声称要替秦姐找个伴 只要东卿吃下太岁肉 她就会长生不老 勇士陪伴着秦姐 原来秦姐的真实身份 竟是当年的那个革命党 当初两人同时吃下太岁肉之后 由于每个人的副作用都不一样 她的身体变成了女人 而婉琴却变成了 需要靠吸食活人羊兽 才能奉活的怪物 而麦给他们太岁肉的那个人 竟然是赵丽 就在这时 赵丽也终于出现 可此时东卿已经被逼得 吃下了太岁肉 她很担心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但赵丽却淡定地告诉她 你吃下的这块太岁肉 都已经放了一百多年了 早就变了只 失去了原来的功效 吃了顶多拉西几天而已 安抚了东京之后 赵丽蒋公生开始解决婉琴的事情 按照明姐的法律 她近百年来 吸食了大量的活人的阳寿 必须受死 然而这时 秦姐突然提出要求 我想亲手解决了婉琴 不再让她危害人间 就这样 赵丽带走了婉琴的身体去交差 把头颅留给了秦姐做念想 没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可她最后毕竟不是寻常之物 具有再生甘能 秦姐之所以留下婉琴的头颅 就是期待着 有一天她能慢慢长出婉琴的身体 两人再找个无人的地方 相守一生 远离世间的纷扰